当地时间17号上午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 在议会大厦潜艇广场举行仪式 欢迎国务院总理李强 对澳大利亚进行正式访问 李强总理抵达时 阿尔巴尼斯总理在下车处迎接 仪仗队明礼炮19点 军乐队奏中国国歌 李强检阅仪仗队 两国总理登上检阅台 军乐队奏中澳两国国歌 欢迎仪式后 李强同阿尔巴尼斯 举行第九轮中澳总理年度会晤 李强表示 今年是习近平主席 对澳大利亚进行国事访问 和中澳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 回顾十年来中澳关系发展历程 最重要的经验启示 就是要坚持相互尊重 求同存异 互利合作 中方愿同澳方一道 合力打造更加成熟稳定 更加富有成果的 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李强指出 中澳关系的本质特征是互利共赢 中澳发展对彼此是机遇 而不是挑战 中方愿同澳方 坚持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 用好中澳战略经济对话等机制 不断扩大贸易规模 积极拓展新能源汽车 可再生能源发电等领域合作 加强地方文旅等交流合作 希望澳方为中国企业 提供公平 公正 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为双方人员往来 提供更多便利 中方愿同澳方 在地区和国际层面 加强协调合作 从维护本地区和平稳定出发 反对阵营对抗和新冷战 坚持开放包容 共同发展 阿尔巴尼斯表示 澳方支持中国发展繁荣 高度赞赏中国为世界 减贫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 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不支持台湾独立 愿同中方以庆祝澳中 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十周年为契机 深化各领域对话合作 推动澳中关系持续改善和发展 欢迎更多中国学生和游客 来澳留学旅游 两国总理一致同意 坚持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定位 巩固中澳关系改善发展势头 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 和平稳定与繁荣 中方将把澳大利亚 纳入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 双方同意互为旅游商务探亲人员 审发三至五年多次入境签证 会晤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战略经济对话 自贸协定实施等领域 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并共同会见记者 双方发表中澳总理年度会晤 联合成果声明 会晤前两国总理举行了小范围会谈 一定会晤前两国总理